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点吃 做黑串 哦 我想把面热起来 那儿热面 想发起来的要发一会儿 不是等会儿要炸油条吗 又不炒了几分钟是吧 快点快点 今天长了 黑串做完了 后来炸点油条吃 快点哦 等着我去喊他们起来 已经做完了 要准备往家里走 现在都对这个流程非常熟悉了 几分钟时间都可以把黑串做完 小杜因为怕失败 所以在我拍视频之前 想把油条切起来 想炸一下 我说没得关系 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 我们从来不怕翻车 我前天不是你说过了吗 小小的厨房大大的梦想 只要你敢做 我就敢吃 为啥是两个跌起来 啊 油条都是两个跌起来的啊 还有筷子压一下什么意思 还把他们连起来是吧 能够他们才不得分开 好 我们试看看 哎 妈妈开始有那个形状了哦 哎哟 我起来了哟 小杜 别个不说一血就灰 一炸就肥吗 哪有那么多肥的哦 还是挺简单的嘛 看 有没有有样的 看这个油条又短又粗 这个锅儿只有那么短点来的 太长了 哪长了都没有位置小伯 快点咯 我们把黑霜煮完回来 都睡了一会儿可睡的哈 睡了个会浓掉 小杜一直在那里嘛 等我拿到相机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要准备炸了 看 这就是他炸的油条 你快点快点不要再说了 快点快点不要再说了 他这个还比较复杂一次 对不对 油条也复杂 看起来虽然简单 那时经过昨天晚上 小杜在床上 躺在床上 真正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反复反复地看那个教程 才有今天的结果 所以还是值得点赞 非常用心 看 很漂亮 前两天我再说 要找点油条来吃 昨天晚上经济在那里背客 如果你去当老师的话 肯定是一个好老师 今天早上的五点钟 我们就开始起来做黑霜了 我们还好 医务工作者和志愿者确实很辛苦 他们在四点多的时候 要开始准备这个场地 因为我经历过 我有深深的体会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成品效果 还是蛮不错的 为了表示对佐者的尊重 佐者 也表示对观众的尊重 我先尝为尽 好烫哦 你竟然哪个不烫的来吃吗 我把这个最丑的吃掉 哇 中间晚上炸泡了 嗯 香 原来学习就是个好东西 这个鱼血就肥 一念就肥 我说的说 爸爸 嗯 来尝尝尝 你也也 你也尝尝尝尝尝 真的啊 我没想到我第一次昨天才学的 你尝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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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尝 不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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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包起来就吃饭了 一吃 小冰淇淋 那我自己把四桌 来 来 不烫 根都不烫 要这种 大大的 来看看效果 看好泡啊 都是空心的 昨天晚上我查看的教程 哈哈 先说先卖 可以 师弟我都说 确实是个好东西 想吃还是一拙一拙就吃得成了 我觉得你看就会 一念就会 对你而言 只要吃柠檬 咸咸好吃 它里面放鸡蛋的 是要放鸡蛋才帮它 今天都要泡起来 所以 非常成功 不要这么吃了 我吃夸很了我会脸红 正如胖瓜叔叔 小小的舞台大大的梦想 只要好动 只要爱起时间 终会成功的 对 只要爱起学习 关键是你太爱学习了 哈哈哈哈 那都不学习 对对对 都对 在这个时期多学习 东西还是可以散 对对对 都散 总比一天坐起 呆起 躺起 我一想起都起 起都那个多 对啊 多喝啊 反正我没口饭 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居家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样 想吃那样就就是我那样 多时间这会儿中午会贵的 拜拜 来 嗯 就是一点肥油 没有没有没有不肥油 点儿都不肥啊 一点儿都不肥 那油留去我下次可以擦餐 嗯 可以 反正可以 老实说我抠 这个最抠的还在我旁边 哈哈哈哈